超強陣風夾帶蠔羽 用力呼呼吹 又和夜市攤販 針禦棚吹得歪歪斜斜變形 感覺下一秒就要斷裂好驚人 遊客硬撐傘出門 強風一吹散開花 模樣狼狽 看這蠔爪 那個爬起來 就都風出口的吧 我倒白啦 我倒白喔 這風雨太多了 我完畢有白了 沒收到收起來了 風太大壞掉了 就完畢而已了 攤商找來工人趕緊維修 不僅六合夜市 因為強風無法做生意的 還有小黃問獎 小黃停在路邊搖搖晃晃 不是指發布豪雨特報嗎 但氣象中心測到高雄市區 標出八級強陣風 熱帶性低氣壓威力 可以輕易折斷數值 強陣風吹倒露數 壓倒了路邊雙B車 引擎蓋出現波浪紋 更慘烈的是鳳山的競選看板 高雄市區的強陣風 一度達到八級 結果可以看到 就把這個選舉人的看板 給吹下來 大型競選看板倒下 鐵架四角朝天 美島的看板 帆布被吹裂 幾乎智力破碎 這裡來往的車輛還滿多的 那你不小心倒下來 可能就是會壓到過往的行人 或者是車輛 台南市東區上班時間 中華東路三層樓高 餐飲店招牌被強風吹落 砸在公車戰敗前機車道 因為太重 四名遠景根本搬不走 找來吊車來清除 好險沒砸到人 明明只是熱帶性低氣壓 但破壞力十足 民眾真的得小心戒備 千萬不能小看 記者 陳古明 賴冠章 杜映爵 SY小組 台南高雄大